阿彌陀佛 主位大德同修 大家下午吉祥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中午吃飯 大家都 很願意提問題 我們現在下午先 提問 大家 看 在家庭 修學 工作中 有哪些 要探討的問題 當然 我們早上也提到 性為道源功德母 要對佛法有信心 有佛法就有辦法 沒有問題 不能解決的 哪位 哪位 忍者先提問 阿彌陀佛 有請 我們 當然對佛要恭敬 對 當然放佛號 也是要恭敬 有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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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 請 請 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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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請 請請 請請 burned 請請 請請請 菩薩的恭敬性 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一個人睡應該是沒有問題 當初我放佛號 因為覺得房間好像有點怪怪的 好 我才會放佛號 好 那有一點怪怪的可能 就是感覺到好像有終身這樣的樣子 所以我就放佛號 不過有時我們睡覺不太優雅 我覺得也是不恭敬 睡覺的時候 凡七八糟 那就盡量練右側臥 臥如弓 這個可以練的 你長存恭敬佛菩薩的心 應該也會越來越優雅 一切法從心想像 你看我的樣子 剛才我們才說好像路邊的大姐 我剛才說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對自己 好 阿彌陀佛 好 還有哪位同修 好 這是瑞士來的同修 余居士 阿彌陀佛 法師吉祥 然後正好學生也借著前面 那位師兄 問的這個問題 再繼續再進一步問一下 因為自己的就是先生 他是不信佛的嘛 但是我們家也有一個佛刊 是在我們的辦公室裡面放的 但是有時候呢 他會到那個辦公室裡面去 自己就是辦公啊 或者是他自己 湯衣服啊 怎麼樣 有時候他穿的就不太得體 但是未學又覺得 就學生覺得 不怎麼敢跟他說 因為他不信佛 就是怕他說了以後 照了就是口罪 就是所以說就 不知道應該如何提醒他 然後後來未學 就把這個佛刊 讓媽媽做了一個布 然後就是把這個布 就是他在的時候呢 就是把這個布給翻下來 不知道這樣的做法 合不合法 阿彌陀佛 感恩師父 很好 這個我們早上啊 有提到 成年人啊 我們盡量不要用要求的 他可能認知還不到啊 你一要求 他可能會生煩惱 我們學大乘法 我們學大乘法 老上講經常說 菩薩所在之處啊 讓一切眾生生歡喜心 所以成年人啊 他還認知不道理 我們不要硬要求他 那當然我們可以帶動他 那您剛剛的方法呢 就是他還沒有認知到以前呢 這是屬於想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我們儒家有說的 事有百折不勞 這真心啊 方有萬變不窮 這妙用 我們真的不生煩惱啊 這個心呢 慈悲為本 方便為門 你會有很多善巧方便 會出來 只要你的心不要煩 不要跟人對立 往往都會有一些好方法出來 像我自己感覺啊 我想出一些好的點子的 一般都是剛睡醒的時候 妄念比較少 或者就是念佛念念念念 突然有靈感了 就妄念少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好的方法 突然冒出來 而且不是刻意去想的 用力刻意去想會傷腦筋 所以老上講經也有提過 其實我們能領會那些義理啊 你都可以拿來用在自己的一些境界上 比方說老上是說 他們在準備講經 好像這一段經文 這一句經文 沒什麼靈感 然後就去拜佛 拜拜拜 靈感像泉水一樣湧出來 老上說 血都來不及 所以 這是講經啊 同樣的 我們要思維 正思維一些事情 往往是 你心很清靜的時候 沒有妄念的時候 它就比較 很自然會冒出來 再來我們提到說 可以帶動 可以帶動 用一個布 這是很擅角的 那比方 我們雖然宗教不一樣 那老人家 那老人家幾十年前呢 也到 俯仁大學 那是天主教的學校 跟他們講 這個佛教 而且 提到了 佛教是 教育 是師生關係 我們稱 釋迦摩尼佛是 本師 釋迦摩尼佛 那老人家也很善巧啊 到了美國去了 你們禮拜天 到教堂去 那是你們的天父 父親 天父 禮拜六 你們可以到我們這裡來 釋迦摩尼佛是很好的老師 圓滿智慧的老師 你們的天父也有歡喜 這個佛經裡都有記載 這個 這個套利天王 這一般稱的上帝 他都有請佛 到天界去講經 我們這個地藏經 佛到套利天去講的 讓他有一些認識 比方說 佛菩薩是老師 那我們對老師恭敬 比方像您是教學 您是老師 你每一次要去上課 你都穿得很端莊 我們自重 學生就尊重 學生就尊重我們 當一個老師 穿一個短褲上 上講台上 你看我們藍老師 穿個短褲上講台上去 學生看了可能 他也不是故意的 可能他對你的那種恭敬 就會打折了 所以在論語當中 都有提到 你看這個紀康子 他屬於 這個國家 主要的大臣之一 他向孔子請教 讓人民對我恭敬 使民敬 對我恭敬 又對我忠 而且還會互相歸勸 敬忠以勸 如之河 該怎麼做呢 孔子的回答 你在面對百姓的時候 你非常莊重 林之以莊 則敬 百姓就會尊敬你 所以我們看 古代這些宮廷劇 你看皇帝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聖裝 皇帝要穿得很隨便出來 你說成名百姓 會不會尊重他 就不容易了 包含他的舉止 都非常莊重端莊 自然百姓就恭敬他的 所以 自重而後仁重 自愛而後仁愛 那孝慈則忠 你叫他孝 你對百姓慈愛 他既然就 對你盡忠了 所以孔子這些話 都是提醒我們 不要去要求百姓 應該從自己做起 五輪關係 也是一種感應 交感 像孟子的句子 君之士臣如守族 你把你下屬 當作守族一樣愛護他 折成士君如父心 他把你當心當父了 君之士臣如全馬 你把下屬當作全馬使喚 折成士君如國人 他就跟你下了班 把你當作跟一般百姓一樣 人名一樣 他也不會特別尊重你了 君之士臣如土戒 你把下屬當作尘土 草戒一樣 踐踏他 折成士君如寇仇 他把你當強盜 仇人 一樣看待 這個是 君臣關係裡面 凸顯出來 包含孟子 也提到了 愛人者 人恨愛之 敬人者 人恨敬之 愛人是因 人敬 是果 什麼事啊 都沒有離開因果 英光大師 有講 世出世間法 從理上沒有離開 心性兩個字 從世上沒有離開因果 兩個字 所以我也看有同修生煩惱了 所以我也看有同修生煩惱了 哎呀他為什麼不相信我啊 那你要先種相信別人的因 你敢招來別人相信你的果啊 任何事沒有離開因果 他怎麼都不理解我啊 你先種理解別人的因 自然就敢得別人理解你 所以人跟人也是相互交感 就像老子中一句很有哲理的話 各自則天清地寧 我們反省自己啦 你就帶動啊 你家裡的人都自我反省 尤其你假如是父母的話 各相則天翻地覆 因為人的念頭啊 會帶動別人的 你是真心 你就帶動別人的真心 我們是煩惱心啊 我們是煩惱心啊 可能就把別人的煩惱也 調動出來了 治他不餓啊 這個我們可以自己在 處事當中啊 自己去感受 那剛剛夫子這段話 靈之以莊則靜 孝慈則忠 你叫他孝 你叫他孝 因為忠誠出於孝子之門 你對他慈愛 你君仁 臣就忠了 臣明自然就忠了 那 那 我們祖先這一句啊 忠誠出於孝子之門 是非常重要 你一個國家 你要教大家 你要教百姓 你要教百姓 忠於國家 愛國啊 根源是什麽 你要先叫他孝道 他能從跟父母的源 產生了知恩報恩的心 你從一個人的成長軌跡啊 誰對他的恩德最大 沒有父母他就沒有生命了 他從這裡在延伸 他的感恩心一起來了 那你看一個國家 我們一天多少行業在服務我們啊 一日之所惜啊 百供思違背啊 大家有沒有思維過這個問題 我們一天有幾個行業在服務我們 思維思維啊 就有感受了 沒有思維啊 都思維理所當然了 能時時提起感恩喔 這個人有福報喔 他都思維這些服務是理所當然 那他的念頭裡就在折福報喔 我們每一天的福報有加減乘處喔 他是動態的喔 我們心量廣大 可能做一件事啊 這個福報就增長了 乘以二乘以三喔 了凡世訊有這樣的典故啊 衛宗達 他給皇上提意見 是為全國的百姓 所以他那個善的力量就很大喔 那我們 我們從小帶領孩子學佛 學傳統文化 你看 這個回向文 就是擴寬孩子的心量 靜此一抱身 同生其樂果 這一句話就跟無量壽經說的 一切皆臣佛 他的心量就廣大了 不容易跟人家計較 量大福就大了 我們處處都能感恩 不視為理所當然 都能說聲謝謝 這個福報在加 你不感恩了 這福報在減 甚至於是做出了五逆父母 這個對他恩德最大的父母 他都這樣對待 那可能他就除了 福報就折一大半了 我們從張開眼睛 你看你去按電燈 電力公司服務他 然後你把棉被一拉開 有棉被公司的 你躺的是床 你下來穿拖鞋 有拖鞋公司的 你看 你一進浴室 一開自來水 我剛剛到旅館休息 這個平常 這個到一個地方 我們的同仁都會 幫我這個 倒廁所 倒沐浴 是吧 這個廁所怎麼用 這個 電燈在哪 講一講 結果一去 這個是日本的鋁店 這個電燈的設計 好像 非常特別 特別 找按鈕在哪 然後 要洗澡 那個設備我也沒借過 所以 所以 什麼事情 都不能想 當然了 都覺得 一去洗澡一開就有熱水了 結果呢 弄半天 水都出不來 差點沒有糟糧了 所以 這個 什麼都不是理所當然 我突然感覺到 常常被人家照顧 這個智商反應 所以 還是多一些 自己 自己幹比較好 你看你一開就有自來水 自來水公司 你要刷牙洗臉 你看牙膏公司 牙刷公司 毛巾公司 你就 這個 一個一個盥洗下來 就不知道有多少個行業了 所以一日之所需 百公司為備 我們自己 有這一份感恩心 我們才會在一些機會點 很自然的 引導孩子 講到這 順便 跟大家講一個唐太宗的故事 當然 大家聽的時候不要著象 唐太宗是皇帝 跟我沒關係 不是這個樣子 我曾經遇到一個 一個朋友很有意思 他看了弟子規 入則孝 我沒有跟父母住在一起 這跟我沒關係 出則替 我是獨生子女 這個跟我沒關係 這個都著了象 我們佛法講 我們佛法講 不取相 大神經說 不著文字相 語言文字不能執著 唐太宗是皇帝 可是問題 為君之理 跟當父母當老師 跟當父母當老師 是相通的 都要做之君 做之親 做之師 他那個角色才能扮演好 這個老子上有一個專題 開解的很精彩 後來 陳德有一次 跟我們香港佛法教育協會的 這些組長幹部 就交流這九個字 做之君 做之親 做之師 交流多久呢 四個多小時 就一個這個主題 那每一個幹部 都聊一聊 所以這三個字是心法 是儒家的三寶 我們 常說 心是根本 從起心動念處修 好 那你的心對了 你的言行就對了 你去處理的事 你用言行去處理這件事 這個事就往好的方向走了 所以你從根本下手了 心是根本 而我們的心 時時能用君清師三個字來 觀照 你就不容易指責別人了 甚至於會看到自己的不足 知道怎麼提升 怎麼下功夫 比方做之君 我也沒有以身作者 假如我現在要求孩子的 我自己還做得不夠 那我不應該 那我不應該 刻刻要求他 我應該先自己 做好身教 這是做之君 做之親 愛護 像我們當老師的 我們有沒有真心愛護孩子 這樣他才能信任我 我有沒有對他高度信任他 給他一個信任的力量 我有沒有耐性 對他不離不棄 這個都是可以反省的地方 還有做之師 你當領導你也要帶下屬 手把手帶 你當父母的是做之親 可是一些機會點 你也要會引導他 你看一個人成長過程 有多少個機會教育點 太多了 你看孩子第一天要去上學了 這是一個機會點 他要學什麼藝術的東西了 那是一個機會點 這個 包含他犯錯的時候 是一個機會點 他善根出現的時候 是一個機會點 教野者 掌善而救其失柔 他有很可貴的善根 結果你都沒有發現 你都沒有給他肯定 他可能覺得做這些好事 沒有意義 他錯誤了 你沒有指證他 他越來越放縱了 差很多 我們就曾經看過一個孩子 這個 性情很熱心 這個都是真實的例子 每一天 都下了課了 放學了 他最後走 到最後把教室尋一尋 有沒有官好啊 然後就很歡喜 為什麼 他服務人 然後為什麼他都留最後呢 因為他的爸爸 因為他的爸爸 是學校的 行政人員 也是學校的幹部 所以這孩子 每一天都做得很歡喜 蹦蹦跳跳的 在到爸爸的辦公室 突然有一天 他的爸爸跟他說 你怎麼這麼傻 幫人家做那麼多幹什麼 你看那個孩子愣住了 可是 他不會懷疑他爸爸 從那一天開始 他不願意這麼做了 你看他的善 被餓殺掉了 善不長 餓會不會長 會了 不肯付出了 心量開始變小了 後來 有一次 同學 父親去世了 他還刻薄 取笑人家沒有父親 搞得同學 哭得很傷心 結果這個孩子 過兩三年 他的父親 有一次 家裡有小偷 他父親發現了 他父親就追那個小偷 就頸追不捨 古人有一句話叫 窮寇 莫追啊 你不要把他逼 逼急了 狗急會怎麼樣 跳牆 結果就逼 逼到 那個小偷好像 走到死骨筒 跑不動了 結果那個小偷 就拿出刀來了 結果 把他爸爸一捅就捅死了 結果這個孩子就變成沒有父親的孩子了 他取笑人家 當然 他這個父親指導孩子說 你怎麼那麼傻 這個有罪過 如果 再來他父親自己 心量 也不夠 大了 不懂得寬恕了 放人一馬了 這些情況 那可能招趕來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 他善的時候是個機會點 他造惡 也是 你及時給他糾正 像 比方安全問題 你提醒孩子 安全帶 要細上 結果孩子聽了一次兩次的都不做 他年紀還小 兩三歲 你打他的記性 他可能下一次一上車馬上就吸起來安全帶了 那跟他提醒 有一些 可能他也認識的親戚朋友 就因為這個沒有注意 最後造成沒有辦法挽回的結果 這個都是機會點 要掌握 好 那這個是軍心師 這三個精神都有了 我們能把我們的角色扮演好 你不能只偏一個角色 那唐太宗 我們看他一天當中 他怎麼引導孩子的 看到 要吃飯了 孩子正準備吃飯了 唐太宗問到了 你知道飯嗎 飯怎麼來了 孩子對月也不吃 唐太宗馬上強調了 這個是農夫種來的 那種幾個月 非常艱辛 所以 讓老百姓來做公共工程的時候 絕對不能是他們農莽的時候 你要替農民想 你在他農莽的時候 你還調他來做工作 你就沒飯吃了 那個 種不成了 收成不好 一粥一飯 當師來之不易 大家有沒有叫過孩子 每天要吃好幾餐 你沒有掌握住了 這個機會點就過去了 出門了 出門了 要乘馬 又跟孩子說了 你知道馬嗎 孩子說不知道啊 這個馬是能服務我們的 我們自己走路要費很多力 我們乘馬 但是啊 你在乘馬的時候也要愛護他 不要把他的力氣使盡了 這樣你才能常常有馬可以乘 愛惜食物啊 也要愛惜馬匹 結果那一天呢 又坐船了 又問孩子 你知道船嗎 孩子說不知道 這個是 以前古人也說過的 誰可載舟 誰可載舟 亦可輻舟 亦可輻舟 就是比喻啊 這個唐代宗這裡也說了 船 這個舟啊 比喻人均 水呢 比喻黎明百姓 那百姓是水啊 水可以載舟 也可以輻舟 你以後啊 做人主啊 要敬畏啊 要愛護百姓啊 不然會被百姓給推翻 你看一天當中 好多 很重要的人生態度啊 引導孩子了 又剛好啊 可能走累了 這個行程 過程呢 在樹下休息了 又問孩子了 你知道樹嗎 孩子對約不知 一般的樹啊 都會長得有點彎曲嘛 是吧 所以 這個木啊 雖然有彎曲啊 但是他得神 你看那個神墨 一彈直的 切下來就是直的木了 所以 得神 則正啊 很正直 所以我們為君啊 縱使得行不夠啊 能夠接受勸見 也能成為聖王 受見則勝 這個是古代賢相 副月 你要以這句話 自我來觀照要求 穆受神 則職啊 厚受聖 厚受見 則勝 大家聽了 唐太宗跟兒子的對話 有沒有感覺 當爸爸媽媽也不簡單 這個肚子裡面 要有不少故事 要裝不少 很好的做人做事的道理啊 一有那個機會很自然 威威到來 侃侃而談 好 我好像回答這個問題 回答得有點久了 這個剛剛 是問到這個 先生 學生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那 陳德剛剛延伸出去 主要就是說 我們當領導或者當老師的自重 那學生會 孩子會尊重我們 甚至於是 我們的親戚朋友也會尊重我們 那 因為這個余居師是老師啊 他去上課的時候 都穿得很 莊重 他的先生 就會觀察到了 當你把這個佛刊 這個簾子拿起來 你進去辦公室的時候 有時候 讀經啊 都穿得很公正 端莊 或者禮拜 你也在展現 你對老師很恭敬 你並沒有要求他 你做啊做啊 他看在眼裡 他一點一滴啊 就被我們 這種尊重老師 尊重佛菩薩的態度影響 他不知不覺啊 他這個升起的時候 他就會有轉變 好 那好像您 剛剛吃飯的時候 還有提到 這個我也 一並 跟大家交流 這個余居師有提到 畢竟啊 父母年紀都大了 所以有時候想到啊 父母年紀大了 很可能呢 有一天會離開我們了 有時候想到這裡 就比較傷感 有這一份心啊 很重情義 這個在論語裡面 孔子有說啊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啊 一則以喜啊 一則以聚啊 父母的年齡啊不能不知道 為什麼一則以會歡喜呢 母親父母啊 高壽 一則以聚啊 是畢竟啊 年齡越來越大了 遲早啊 可能會離開我們 當然這個聚啊 要轉變成 盡心經歷奉養父母啊 讓自己走的時候啊 一點遺憾 父母走的時候啊 自己沒有遺憾 不要留下 樹欲進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戴的遺憾 我們看古代 有一個孝子 韓伯瑜 他犯錯了 母親打他 他都恭恭敬敬受教 這是古人的 學處 錯了 恭敬受教 那隨著他年齡增長 有一次他母親打他 他就哭了 他母親很驚訝 因為他從小到大 母親打他 從來沒有哭過 所以他母親就很驚訝 你今天為什麼哭啊 韓伯瑜說 今天母親打我啊 我感覺不到痛了 代表母親啊 力量弱了 所以我感受到這裡啊 不知道還有多少 時間可以奉養您啊 所以才流淚了 好 所以我們 父母年紀都大了 我們不要留下遺憾 盡心精力去奉養 好 而我們現在已經學佛了 所以思考事情啊 要用佛家的角度了 好 那 無量壽經也提醒我們 你再親的親人啊 你所思所想不一樣 所做不一樣啊 重的因不同 善惡或福啊 追命所生 道路不同 會見無幾 下輩子不認識了 就像我們 自己就可以感受到這個道理 請問大家 上輩子你的親戚你認識嗎 都不認識了 所以 這一身 聞佛法了 我們跟親戚朋友有很深的緣 最好能種同樣的因啊 最後同樣圓滿的結果 就是但願人長久啊 唯有念弥陀 種同樣的因啊 哇這個因不得了啊 上道等覺菩薩 下道地獄眾生 都種這個因啊 去的都是一針法界的極的世界 我們看文殊譜賢 也是念佛求生 在勸 華藏世界 四十一位法身大師 一起求生極的世界 願我靈欲命終始 淨除一切諸障礙 面見彼佛阿彌陀 即得往生安樂差 這普賢菩薩發的願 哇你看這個法門多平等 廣度 這個 從等覺到 三二道的一切眾生 所以這個 大家要共同發這個願 以後但願人長久 不要千里共殘倦 也不要勇欲愛河 要這一份 因緣要共結到西方極樂世界 一起做阿維悅之菩薩 一起跟著阿彌陀佛去度虛空法界一切眾生 這個是大圓滿 我們以前看電視劇喜不喜歡看大圓滿 那個還不夠精彩 我們自己的人生大圓滿 那個才是真實的精彩 有願就有力量 這個願要發出來 虛空非大 興亡為大 金剛非間 願力最間 好 那從佛門 教導我們的 父母離成垢 直到方成就 所以學佛的人靜孝 不能只想這一事而已 要幫父母 能脫離生死輪迴 這樣孝才圓滿 我自己呢 從佛門體會到 看得破 真的就容易放得下 看得破是明理 放得下是功夫 其實看破難 其實看破難 放下容易 比方 我們真看清楚了 看破就看清楚了 這一句萬德鴻鳴 能滅重罪 所以 你真正看清楚了 真心念一句 滅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請問 還要不要人提醒你念佛 你鐵定自己 你鐵定自己就念了 因為你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會放下妄念了 而有一個妄念 跟一句佛號 天差地別 一個妄念是輪迴星造輪迴夜 一句萬德鴻鳴 念得字句千主 可以滅八十一劫生死重罪 你就會放下妄想 你就會分秒必真念佛 那我自己情質很重 你們看得出來 我俗家的母親 我現在都叫她老菩薩 我不叫她媽 因為叫她媽 她又種一個要做媽的種子 我一跟她老菩薩 她說 對 我要去極樂世界做菩薩 你看一句話 也是有影響的 一句話就一個種子了 我記得講過好幾次 把你們兩個生錯了 這個 成德二姐 她現在也出家了 她很獨立 我就比較依賴信眾 她一個人到了美國去 拿了碩士 好像拿兩個碩士 然後又拿博士 好多年在美國 我父母都沒去過 特別獨立 我依賴性重 情質比較重 年我母親 年到四五年級 所以就說把你們生錯了 應該你是女的 但是 大家從這裡就知道 情質是我的致命傷 但是呢 我有一點善根在哪裡呢 我覺得佛菩薩不會騙我 聖賢人不會騙我 老和尚絕對不會騙我 他講的都是真的 我很相信這一點 所以當老和尚講到 六祖大師 那五句話 何其自性 本自清靜 本不生命 根本就沒有生死 是甚麼 是換一個工具而已 那個靈魂不會死 我一聽 靈魂不會死 那有甚麼好哭的 再來呢 靈魂 八到十二個小時 他才會出來 那個是最關鍵的時候 出來以後呢 還有四十九天 中陰生 地上經也有講到 我們明白沒有生死 然後又清楚 這個斷氣之後的情況 我們的念頭都在哪 怎麼幫助 臨終的親人 甚至 往生四十九天之內的這些親人 你就會 把整個心力都用在 怎麼幫他們了 所以 從聽了老和尚 開啟的這些道理 我就從來沒有 因為死別 再流過淚了 但是呢 我學佛之後 更容易流淚 沒有流傷心的淚了 哪有甚麼好傷心的 再緩緩了 無再一身經 感情 緩一緩了 錢緩一緩了 不用傷心 幸好不是靈終來給我討 你這麼一轉念 事事是好事的 那 但是容易為感動流淚 看到別人很孝順 很感動 看到別人很恭敬三保 我們看了也是很感動 或者看到一個人 忏悔自己 我們聽了也很容易感動 那這個 所以 你明理了 也看得破 就容易放下 因為你已經知道沒有死了 那個傷感就容易放下 而且大家 要進一步觀察得更仔細一點 你看生離死別 我們哭啊 為誰哭啊 為誰哭啊 你假如為他 那你要為他 你怎麼對他好啊 為了自己啊 可能失去了 傷心了 所以 要在一切境界 關照自己的心 修行修行 哪些心態不對 要把它修正 而且我們 能盡力奉養父母之外 我們剛剛提到了 父母離成夠 直到方成就 所以 要先鋪墊好啊 互念父母脫離生死的緣分 這個都要鋪墊了 所以 那一天有一個 童修 他就 他就 在講的時候啊 還在流淚 代表這一件事啊 放在他的心上 好多年了 就是 他父親走的時候啊 他們家族啊 只有他信佛 所以 處理後事啊 臨終啊 還有後事啊 都沒有按照佛法 的方式啊 那他就 特別傷心了 這屬於 過去煩惱 諸位忍者 你們有沒有想到過去 就難受的事啊 唉唷 你們點頭了 今天是個好日子 陽光普照 佛光 浮照 趕快放下 不然都是修行的障礙 臨終的障礙喔 金剛經說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這個都是法要啊 欸 過去的煩惱 為什麼放不下 我們沒有轉念啊 轉煩惱 為菩提啊 那 他講出來了 一探討 他假如能理解了 能想開了 他可能這個煩惱就放下了 那 當時我們院長 因為他提問的是在英國漢學院嘛 院長 我們有跟他交流了 萬法因緣所生呢 因 主要的是當事人 你父親能不能往生呢 旁邊的都是祝緣啊 因要他真心切怨啊 他假如都沒有認識佛法 那要讓他往生 讓他發起這個心啊 就比較不容易了 而這樣的緣你要提早鋪墊 你可不能到他身體很不好了 你才來做這個事啊 深謀遠慮啊 要先鋪墊啊 而 我感覺啊 年紀大的人 有時候他聽經 深入經障時間是有限 可是啊 當他的子女啊 很孝順他 佛教的呢 他都很好地去落實 他的父母看得很歡喜啊 你講的話他就容易接受 我 應該是今年 遇到一個同修 馬來西亞的同修 他說他 其他的親戚 兄弟姐妹啊 都是信基督教的 只有他信佛 他的母親啊 好像也有信教 但他學佛這些年呢 對他母親非常孝順很好 欸 最近啊 他媽媽跟他說 我的後事讓你辦 所以為人演說啊 你要真做出來 重要啦 我們往往啊 是整個家人 學佛從我們這裡轉動起來的 我們先學 你說我父母比我早學啊 年齡越長 要學啊 越不容易 他一些習慣 比較久了 反而是你年輕啊 你學得好可以帶動他們 勤轉法輪啊 從那裡開始請啊 從自己這顆怨心 轉動起來了 我們家我不是先學的 我母親比我早學 但是呢 我母親也演得好 因為我母親 學了之後啊 我覺得她煩惱少了 我就對佛法有好感 我也不知道佛法是什麼 一有好感你就 我就跟我媽媽去共修啊 結果她們聽了錄音帶 就是老母親講的經 我記得我那時候聽 哎呦怎麼講這麼好 我還不懂啊 還在無料壽經經本上 寫了好多字啊 後來覺得不恭敬 因為覺得老母親講得太好了 想把它抄下來 那後來 那後來 我開始吃素了 家裡的人看了 你也沒有要求他們 慢慢就會跟進了 好 那這個 所以凡是欲責力啊 都要趕快鋪墊做好準備 不然呢 你臨時會手忙腳亂 不只你要 讓父親母親 認識 傳統 認識這個極樂世界 認識阿彌陀佛 關鍵的 關鍵的 你的親人 比方說 你兄弟姐妹 你還有大哥啊 是吧 這些工作你要做通啊 鋪墊喔 你說我大哥沒有學佛啊 但是你大哥尊重你父親的話 那你要讓父親啊 要對著大家要宣布啊 這一些要做到位喔 好 那這個是 從 剛剛 那個 這個 覺得很擔心 父母年紀大了 可能會離去 延伸出來探討這些問題 那我們 跟這一位 因為 父親後世啊 他覺得沒有用佛教辦 他很難過 我們也安他的心啊 因為 你那麼多親人 你根本說話 做不了主 那這個你就不要再 把這個遺憾放在心上 人不要把過去的遺憾 懊惱放心上 要轉成 一種願力 學佛要會轉念 都可以轉喔 有轉不動的 我們再討論喔 其實你念勸發菩提心文 保證你可以轉 你就轉成菩提心了 必有因緣 方得發起 以後有過去煩惱 趕快把勸發菩提心文 拿出來念一下 好 還有 剛剛 余記師還提到了 父親啊 在教導他的過程 也是深信因果 是吧 也都會講一些 佛法的道理 但是父親呢 好像不是很 積極在念佛 您是提到這個情況嗎 好 我們呢 老話上說的 面對境界要清楚 這句話在哪裡啊 面對境界要清楚 這句話在哪 在我們 每一時每一刻 你都在境界當中啊 你清不清楚 今天你的父親 他的觀念是跟佛法相應的 可是他並沒有主動要念佛 那這是一個結果啊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他認知這句佛號的重要性還不夠啊 那你怎麼認知 他現在對佛法的認識到什麼程度呢 那你就要多關心 多跟他聊 哦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忽略了 多傾聽家人的心聲 你多了解啊 你才有地方死啊 地是那個目標靶心啊 你要射箭啊 你得知道往哪一個目標射 是吧 我們現在都太著急了 或者太好為人師了 拼命一堆道理 啪啪啪啪啪 講了又不氣他的機 親人聽了 好好好 我還有事 一開口又停不下來 這個都是習氣 學佛要放下這些習氣 不然會讓人家不舒服 多傾聽 你就了解他對佛法認知到什麼情況 然後又多抓住一些善巧 因為父母那個年齡啊 因為父母那個年齡啊 那麼大了 他一定有很多 朋友 同事 同學 親戚啊 都會出現 離世啊 那些都是機會點 我們有要成就父母啊 家人的心啊 你就會掌握住很多 可以聊生死或者 聊佛法的一些機會點 你就可以常常為眾開法障 廣思功德堡 廣思功德堡 現在我的觀察 人啊 沒有聖教指導 說實在的 甚至於學了佛 心裡面的解還不少 因為那些禮啊 他可能還有卡住的地方 那可能還需要善有為一啊 來護念他 有些呢 學了 而且學很久啊 他學執著了 那也很麻煩 所以你沒有聞聖教啊 遇到現在紛繁複雜的 這些現象啊 我覺得能 心裡沒有結的 不大可能 想不明白 我那天遇到 一個長輩 他遇到我 問了好幾個問題 其中都跟 因果有關係 這個人挺好啊 怎麼後來 出現一些不幸的事情 因果通三世 這個人做得不好啊 怎麼現在發展了 還賺了不少錢 這些問題都卡在那裡了 就跟他聊了 那沒有聖教啊 身心要安定不容易 而且家家有本啊 難念的經 所以我們肯多請聽啊 就能聽到 親戚朋友他現在 煩惱困難在那裡 你就可以針對 去給他應急的護念 好 這個 這個問題先交流到這 看看還有沒有 要提問的 尊敬的陳德法師好 阿彌陀佛 很歡喜再次見到法師來德國 現場的會長還有各位同修大德好 我這裡呢就是要請教法師一個問題 這一次呢我回去 祭拜我的公公 我的公公去世已經四年了 然後呢就發現他的那個 骨灰河就是開裂了 然後呢我當時也問了那個工作人員 他說因為上海的天氣 那個存放的地方比較乾燥 出現這種情況比較多 當時我也就 就沒有過多的在問他什麼 我想我 怎麼做呢 我當時就是 我看到那個裂痕以後 就是我心裡有留下印記 就是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謝謝 我們這個心上別犯事 能處理啊 趕快處理 那這個 假如 他們有經驗的人說 這個是太乾燥了 那當然我們基於 對公公的恭敬 王者的恭敬 可以換一個 可以換一個 那換質量比較好的吧 就是我們能盡多少力 其實 我們跟祖先分不開 我們跟後代子孫也分不開 你看一個孝字 上一代還有上一代 下一代還有下一代 這個孝呢是 中華文化的核心 那任何事情啊 我們都用對心 用真心 都不是壞事 你也不要往不好的方向去想 我們就積極面對 就好像剛剛提到 那一位居士啊 可能覺得沒有辦法 幫父親用佛教的儀式 那你就不能讓這個 遺憾繼續在心裡 你一轉 一人得到九主升天 我這一生往生 我就當生成佛了 那我的父親 他就有很大的功德了 你看你那個一直糾結的 煩惱心一轉就變成一種怨力了 所以要匯轉啊 那我們去面對這件事 我們盡我們一份心 可能這個親戚 甚至下一代看了 也會有觸動 這樣做就好 包含這個公公天上有之 這一份心他也能收到 阿彌陀佛 來 洪居士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老菩薩好 阿彌陀佛 老菩薩好 阿彌陀佛 陳法師我有一個問題 想問很久了 想问很久 可是老和尚在我 常常没有缘分接近 问老和尚 这一次很有缘分 我要就来问 请说 就是说了很久很久 我想有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皈依 可是有神经理归五界也好 归这个佛杀界也好 有胚的一个 这个慢衣 那有以后的这个老人 临终的话 这一个慢衣 要我们教佛教来处理 要怎么样处理 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要 所以要 要我们佛教的怎么样 来 一个 好 阿弥陀佛 您这个要赶快问 对啊 年纪大了 随时要等 等阿弥陀佛来接了 你心上还有一件 会比较要考虑的事 没有 很好 很好 很久 很久 放下放下 所以现在 今天 今天 师父这样开示 这个老人家 每一个人 父母都是要 要其中 都是接近 要走的 海要跳到路要走 所以我就想起 这个事情 应该是 就要问清楚 我们叫佛教 学佛每一个人 很多都不懂到底 这个规矩 要怎么样来处理 这个慢衣 还是穿 您对了受了戒 这个慢衣 很恭敬 您这个心是可贵的 那处理呢 应该是可以送人吧 是吧 我都这样想 对啊 可是 对啊 因为后面 也会有人受戒嘛 对啊 那跟你身材差不多的 他要发心了 而且那个 是您常常诵经的 那个慢衣有 有功德力 是吧 跟你又投缘的晚辈 你就可以送给他 你最近有一道年轻人 还没受戒 你就送给他 以后他们受戒 就用得上 因为他有发心受戒 也难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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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们早一点跟我讲 最近有一个同学 有一个同学要去受菩萨戒 不过他是男士 可能身材 不知道是不是 好 好 那个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这里有三个问题 是网上同修提的 那我是 一个一个 说还是一起 说出来 一个一个 好 第一个问题 那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学生 学生有个问题 如何面对迟迟不发工资的老板 毕竟学生也是漏体 也要生活 那恳请师傅开示 感恩师傅慈悲 这第一个问题是吧 对 第一个问题 好 我们佛门 强调 不能着相 你现在 工资没发架 你着在是老板的问题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不离方寸 我们要有福报 就是要用对心 首先 我们有没有起一个心念 老板发不出工资 他有什么困难 要不要去关心一下 就是要善用自己的心 你真的沟通完了 老板真的 真的是有危急 有紧急状况 我们敬了一份心 我们看 我之前 二十多年前 听到的消息 这个好像韩国公司 老板有困难 但毕竟老公司 好多员工都工作了 十几年 二十年 结果 他们把钱拿出来了 公司不能倒 要渡过这个难关 那这一份心 可贵了 君臣 上下同一心 可能能够突破这个难关 那再来 我们了解了 老板真的 有他的困难 发不出来了 那我们家庭生活 又需要钱 那这个 我们也得要 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那你该另外再找一个工作 假如确定老板 实在发不出钱来 那在我们家里 没有办法生活 那这个 谈清楚了 就跟老板了解清楚了 那我们该调整 那就赶快要调整 当然我们的信念 就是我们的福报 不是掌握在老板的手上 是掌握在自己的心上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你今天在这个静缘 你还是用了你的真心 相信你可能下一个工作的因缘 会更殊胜 福报会更好 好 这个是 第一个问题 好 感恩法师 接下来 第二个问题 就是弟子邀请 朋友邀请弟子 一起去一个道场送经 但这个道场呢 不是静宗道场 其实不确定啊 他的支箭对不对 感觉呢 就是不大好 不大 感觉不舒服 但是因为朋友的邀请 师父提醒过 要横顺众生 那所以呢 也就横顺朋友的邀请 和他一起去 觉得自己 不会被拉走 纯粹横顺朋友的好意 还有去 他们道场餐学 那请问师父 这样可不可以 如不如法 是不是 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好 谢谢 那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 那是每一餐 它就提升一个境界 所以也要看 餐了之后 有没有提升 你餐了之后 没提升 那不叫五十三餐 我们 例子归说 见仁善 即师其 你有受用 见仁恶 即内行 也有受用 这个才能往上提升 所以这个要自己检查 而且 你横顺的目的是什么 比方说 我现在横顺家人 目的是什么 让他生欢喜 进一步呢 他欢喜了 我说先以欲勾迁 后令入佛制 是吧 我们不思 他欢喜了 我们横顺他 他欢喜了 那你 你不是 不是横顺 没有后面更 更长远的 那个目标 目的在里面 所以这个 他当事人清楚 他横顺的 目的在哪里 假如说 觉得 不同宗派 而且 感觉 那个磁场 还怪怪的 甚至 之间都不对 那你不去 反而是 提醒了对方 所以去跟不去 看你用的是什么心 对啊 你已经觉得那里不妥了 那你 这个 你不去 反而是对 对方的 提醒 这个都要在境界里面 判断清楚 你看老儿上 他去了圣医法师那里 知道他那里 非常有 道风 修禅的 去了 水洗人家 横顺众生 水洗功德 水洗人家的功德 那是去 深战身 顺着那个 因缘去 深战身 深战身是他 老人家 要达到的目的 所以 这个 佛们也说 不以人情 做佛事 你不然因为 哎呀 不好意思啊 去做 可能没什么意义 甚至于对对方 还会误解的事情 这个 不要做 不以人情 做佛事 那你比方 像 也有同修 跟我提到 说传统 学传统文化的 企业 能不能辞退员工 我说 当然可以辞退 但是你用什么心 辞退他的 你发脾气 辞退他 你就跟他结怨 你给了他机会 改过 一而再再而三 那你再不辞退 你就是烂慈悲了 你害他了 这个时候 你不发脾气 但是 提醒他的问题 然后告诉他 你只要肯改 这个门 你随时还可以进来 你在供养他 你在护念他 怎么不可以辞退 他可能再经历几件事 他就想 他就觉得你当时候 给他提醒的是对的 有时候你爱护一个人 他不是马上能体会到的 你们当爸爸当妈妈 应该很有经验吧 你们也要学 人不知而不运 有时候孩子 你一心为他好 他不听话 等到他撞了两个包 他就回来抱你了 妈 你讲得对 这个包含 你辞退员工 你是爱护他的心 包含你离开一个单位 你也是爱护领导 你那个退是什么 劝谏他 你不能以人情 我当初 他介绍我佛法的 可是他现在走偏 你还跟着他一起做 那你跟他有共业 这个时候你能够 你该劝劝的 他不听 你离开 对他也是一种劝谏 所以都要把心用对 面对境界要清楚 该进该退 也都是佛法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你用对心 一切法都是佛法 好 接下来是第三个问题 那个后面丽丽举手 待会再请他 这现场优先 对 阿弥陀佛 他们开了几个小时 铁定要优先 师父 你还记得去年 有一个师兄 他一直问问题 燕瑞 燕瑞师兄 去年有一直坐在前面 问很多问题 我记得他 我今年在想 他没来 是不是 我讲了什么话 得罪他了 没有 他现在在中国 然后他有 你告诉他 我挺想念他的 因为去年我跟他 数十回合 幸好佛不散家仇 我没有被他问倒 师父 因为他在中国 要去照顾他爸爸 很难得 随喜随喜 然后他现在在学 心理学 然后他也有做一个冥想 那个冥想 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 后来有一次 我跟我的住客 有点麻烦 然后我就跟他聊天聊起了 后来他听到我这么说 然后两三个小时之后 两个小时之后 他又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有跟他的老师 一起做冥想 看到我们前世是 德国兵 前世 是什么 德国兵 我们上一世是当兵的 所以我们来德国了 然后因为我的住客 生病要去看医生 然后我去抢了他的钱 所以现在他来逃债 就是跟我有很多摩擦 那我听到这里 我心里 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也放下了 然后之后 我又收到他 给我一封信 我的住客 他写 他就是说 他住到三月份 他走了 他不住了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燕乐 就说 我今天收到那个信 他要走了 我说我多开心 因为我们这里 要住客走 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不知道 他现在是不是 有些师兄说 他学偏了还是什么 我觉得他这样子 帮到人 也是一个好事 那舒服说呢 好事 你还要考虑 你看了凡事迅说 不论现行 而论流弊 不论一时 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 而论天下 他现在帮到你了 到时候很多学佛都跟他去学心理学 我们也有点担心 就这样 大家要了解 心理学 理论是谁定的 这个你 你今天说 我要去跟这个老师学 你得了解这个老师 他的智慧到什么程度吧 你不会糊里糊涂就跟着他吧 好 那假如心理学 这些理论的创始人 他没有彻底觉悟 他有他的分别执着在里面 你又分别不出来 他的分别执着会不会变成你的 所以我们一般三归以后 你归依佛陀 你要依佛的教诲 经典去修 你不能再归依外道 对啊 所以 当然我可能遇到的是 比较严重的情况 我记得我当时候 二十多岁 遇到一个 学心理学 然后要行医了 他去实习 他自己感觉 神经病在看神经病 我再继续下去 我就变成神经病 当然可能 他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 可能也有心理学学得 很好的 但是到底他是跟谁学能学好 这个要注意 而且啊 我们有一句俗话叫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 比方说你今天去给人家处理 这些业障的问题 你没有处理圆满 这些相关的事 人家会不会找你 对啊 所以你 你今天在治理人家心理的问题 你有没有办法真正 解决他的问题 不然你给他收了很多钱 他假如没解决 他会不会怨你 那假如有相关的人 或者冤心债主 人家不服气怎么办 所以我们出家 帮助别人处理事 这个不能拿条件 况且 大臣佛法是慈悲为本 我们学佛了 学佛菩萨 我们达不到 但是我们往那个方向效法 无缘大慈 缘是条件 没有条件 同体大悲 刚好有缘 遇上了 所以很可能你这一件事 你好好念佛 念七天 念到 这个 烦恼都念掉了 可能 这个 这个租客就跟你说 三月我不租了 是吧 你有划掉这个冤结的方法有很多 我相信这一位同修他也是好心 是吧 他也是热心的人 那 这些意见可以参考 可是你不能一参考之后变成 很依赖 很迷赖 遇到什么事 帮我看看 前世啥情况 你到时候变得神神叨叨的了 所以老婆上说 可以参考 但你绝对不能执着 甚至于你身性因果 你问都不用问了 是吧 对啊 哪一件事不是因果 我懂得 随缘顺受 我还感谢对方帮我消业障 我还做功德 我每天精进修行 给他回向 而且 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个提醒 不以神通度众生 佛那时候 有证阿罗汉的学生 他也献神通 佛赫赐他 因为有流弊 所以佛门的规矩 佛菩萨身份一曝露 马上就走了 为什么 他也献神通 他还不走 大家来 就不是认真听经了 来什么 来来来来 头给我摸一摸 我业障就消了 是吧 那就变成 所以你看 为什么 现在末法时期 邪师说法如恒和煞 多少人都是显神通 你们家 上个月是不是出车祸 什么什么情况 你怎么都知道 大家就 把他看神了 然后就慢慢被他 引到偏邪去 现在很多邪的 都是这么搞的 所以佛的这个交代 我们不能忽略掉 都是以讲经说法为主 度众生的 不会常常用这种方式 来 来度众生 好 阿弥陀佛 所以皈依不容易 大家都念过 皈依诗文 不能意外到 所以我每一次去 看那个畅销书第一名 哎呦 那这个假如他谈的 那么多人看他的书 他又不是彻底觉悟的 正知正见 又一大堆分别执着 看的人都受他影响 所以我们自己讲话 互念亲戚朋友 不能随自己的意思讲话 还是要 恕而不作 幸而好顾 随佛经的教诲 随老和尚的教诲 去互念他人 佛地址不能一开口 我觉得怎样怎样 你铁定给人家建议错的 常常依自己的看法 里面有分别执着 假如对方又信任我们 就受我们分别执着影响 好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还有同修提问吗 不是还有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 好 那我现在念第三个问题 就是阿弥陀佛请教法师 老人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是不是有其他众生干老 还是阳气不足 有什么措施可以解决 感恩法师 我们在这个杜射多夫 我们在这个杜射多夫 刚好有老菩萨 他刚好互念他的先生 有这个失智的情况 那 一切事情 离不开业力 所以 我们怎么 改善这个情况 不离业力 不离因果 那这个 时而不清醒 那这个是属于 没有智慧 老婆上说的 法布施 得聪明智慧 而且这也是身体的问题 那无微布施 得健康长寿 我是有遇到同修 他的父亲 就有这个 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他有积极 去做放身 那这个放身 就是无微布施 他父亲的状况 一放完 就比较明显的改善 所以还是没有离开因果 今天这个情况 是一个果 一定有要前面的因 缘 我们现在在因缘当中 去改善 多种一些好的因 下去 他还是能改善 有一个同修也提到 他父亲 也是失智 五年了 那他们也很孝顺 很用心陪伴 当然应该也都有一些 做一些功德 帮他父亲消夜 当然现在这些情况 也提醒大家 多做法布施 得聪明智慧 多做无微布施 得健康长寿 所以多做法布施 不要打麻将 说练头脑 大家有没有经验 一切磋 一探讨佛法 好像 这个 在越探讨 越有法系 好像越有灵感 那这个同修 谈的一个点 很重要 他照顾父亲 五年 很有耐性 做功德式 回向 结果他父亲 临终前的一段时间 恢复清醒 他业消了不少 临终清醒 太重要了 所以那是业的起作用 我们说货业苦 你迷惑 造业 造了业 它会形成一个影响 业力就会起作用 你要受报 他们 护持 护清 很好 消了不少业 后来 临终 前一段时间 清醒 所以走得非常好 可能 他父亲是 极乐世界派来的 考验 考问我们 这个孝心 是不是真的 考考考一看 我们 这个孝心 练出来了 他也 该回极乐世界 也说不一定 那当然 对我们来讲 任何时候 你安住当下 不要去想未来 不要去担忧未来 我们往往 可能在照顾我们的亲人的时候 想起来 这个情况还要多久 你一起这个心 你的未来烦恼就会重 就会增长 因无所住 不要住在过去 也不要住在未来 安住当下 用真心去面对 就对了 精神所至 精神为开 把自己真心练出来 可能 我们在受夜报的 家庭的这件事 有可能就变成 我们整个家人 提升的一个真上缘 都没有坏事 你用真心了 就没有坏事了 感恩法师 现场还有 没有问完了 我们 华夫人 举手了 老师好 我是临时想起来的 因为今天带了孩子过来 所以有一个风雨 就是孩子教育的问题 先请教一下 就是对孩子教育 因为平时我们会选一些书籍 给孩子看 然后对于书籍的选择 就是有一个疑惑吧 平常 因为现在市面上 有很多很多的书籍 然后呢 也有很多宝妈也会推荐 或者老师也会推荐 然后传统文化也会有推荐 那这个书籍呢 太多太多 那肯定看不完的 那必须有所选择 那有所选择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考虑 觉得说会不会 比如说如果只选择 就是传统文化这一类的书 那可能这个 可能它其他方面接触不到 会不会对它造成一种 就是思维上 或者就是这个见识上面 会有所限制 或者说反而呢 让它失去了一种探索的机会 因为它也需要学习一下 其他方面的 有所这个比照啊 比如说可能有一些 也是反面例子啊 这样子有所比照 能够比照出来说 正确的地方 可能这个正确的是更好的 比如说传统文化方面 很多都是正确的方面 它呢就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说 传统文化里面 这个是非常好的 然后呢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书局上面 讲的一些反面的例子 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就想着说 这个书局选择上面 应该把握一个怎样的度 这个正面教材 反面教材 或者这个多样性啊 还是就是专项性啊 就是这样一个考虑 想法师请教一下 谢谢 很好 很实际的问题 我们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 那一般呢 他是非善恶 还不能分别的时候 尽量不要反面的动作 反面的做法 给他看 当然你也不可能说 能做到完全不让孩子看到负面的东西 这个我们也只能尽力 往这个目标状态去互念 我自己也有感觉 因为我也有成长的过程 有一句话叫 学好中年不足 学坏一日有余 当然我这句话讲完了 你们当爸当妈的 不要开始砰砰 砰砰 心脏开始跳得很快 我什么都没有说 你们也什么都没有听 你们听而无听 听了明白 学坏 很容易有 但是不能产生恐惧感 不能产生担忧 因为你产生恐惧担忧 你这一份情绪烦恼 会影响孩子 会影响另一半 所以自己要很清楚 我随时的状况是给 对方好的影响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成长过程 父母给我们很好的身教 但是对这种教育 那么敏锐 那我们是遇到老婆上 我们自己也才懂 所以像我们在念 小学初中 那同学 讲什么不好的话 我们学着就跟着说了 看不好的书 什么的 我都受影响 影响多久 影响现在修行 对啊 那个染物 一滴墨汁 咚不到一秒钟 把这个墨汁清出去 你得花几十倍的时间 你还得有滤子 所以一般就是 能够护到 他 这个 正能量很足 邪的东西 不容易干扰他 我们也有遇过 从胎教开始的孩子 在马来西亚 他义务教育有六年 孩子也到学校去了 可是因为他们从胎教开始 那孩子很可爱 一讲几话来 像小大人一样 然后 同学们在看漫画 他们一接触 就觉得那些东西不舒服 这个就是他有形成一种 用现在医学的名词叫免疫系统 你看身体有免疫系统 心理也有免疫系统 他自己感觉这个东西不好 就好像他从小都听佛乐 都听古琴 这种中正的乐 你一下子 什么重金属的 他一听就不相应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先 把他的正知正见 把他的 这个善良的心 把他建立起来 是非善恶的判断 以后他面临一些染污 他比较能够判断 不受影响 那这个具体的做法呢 比方说 你要让孩子看过的书 自己先看一下 自己先顾虑一下 不要有不好的影响 现在有一些书 我们听了也是挺害怕的 甚至于我们那时候 教科书里面 讲的都有些都是偏颇的 因为可能他后面有利益 财团 饮食方面的 甚至是男女 这些方面的认知 后面都有 错误的之间 在编 所以你当父母老师的 真的有这种情况 你要试试把它引导正确 不然他就觉得 这样是对的 他就偏出去了 还有 从这个 你们可能也有认识的 这个同修 他当父母的时间 比你们久的了 或者是他在传统文化单位 里面教幼儿园 教小孩的 那他们一定也 有准备一些书 给孩子看 这个你都可以多问一下 像多伦多有办一个红艺师署 也可以请教那边老师 他们也都有思考过这些问题 还有 每一个孩子 他的性向 他过去生带来的特质 不完全一样 像 比方说几个孩子 有的对科学 特别感兴趣 他有可能以后你好好栽培 他可能是工程师菩萨 但是也是行菩萨道 他可能对医学 中医很有兴趣 那就是他的性向 有一些可能对艺术 那你可以再针对这方面的 去培养他 我也有遇过 对艺术很有天分的孩子 我就把江易子老师所有画的东西 我手上有了全部送给他 这个可以变成他的真上源 那一般 有这些科学知识 一般生活常识 这个当然也都要了解一点 你不能学的传统话 不死人间烟火 不会上厕所 一点生活的这些常识经验都没有 这个也是有点又学职了 因为他毕竟在这一个环境里面生活 该有的知识 生活的尝试锻炼都应该有 好 以上回馈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这里还有一个同修提问 也比较有代表性 好 请说 法师吉祥 我听经已经很多年 但是有以下问题 第一个念佛时 总是提不起真诚心 第二个 念佛时妄想特别多 所以就忏悔 但是呢 忏悔时妄想也很多 一忏悔 心里就会有放弃的声音 但是老法师说要坚持 所以啊 到后来很辛苦 在放弃与坚持之间拉扯 这样的情况一直重复 有时念不下去 就去房间休息一下 默念佛号 然后再出来继续念 这样的情况一直重复 请法师 慈悲开始 如何应对 好 谢谢这个问题 我们 好像早上也提到 我们都要用积极 乐观敬举的态度 面对我们菩提道的 这些境界 那首先呢 我们自己念佛啊 觉得自己不够真诚 是吧 我们首先有一个认知 真心是我本有的 本觉 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 我不是从外面 获得一个真诚心 这是我本有的 所以我们在修行过程呢 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心 那真诚心是我本有的 什么影响了我的真诚心 这是我在境界当中啊 要特别关照我的心念 一定是有其他的念头啊 影响了我 所以我才感觉我不够真诚 所以在念佛的过程呢 也是立式念心的过程 为什么我佛 佛号念不真诚 起了哪些念头 影响我不真诚 为什么我念不住 我起了哪些念头啊 造成我念不住 所以你看 修行 修正行为 甚至修正我们的性格 很可能 我们还没有学佛以前 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啊 就容易 几次了 没信心了 想放弃了 不是因为念佛我们这样啊 也不是因为学佛我们这样啊 我们本来的一些习技性格 是这样的 欲缘它会起现情 以前是遇到 比方说 学音乐的时候 学学学 不想学了 我是说我啦 我以前学钢琴 半途而备 学很多东西都半途而备 所以我爸爸说 你五分钟热度 那后来遇到佛法了 本觉本有 老儿上还加了一句 一定可以恢复 不觉本无 一定可以去掉 老儿上这个加持力很强啊 所以你看 连这个海贤老儿上都说了 这一句佛话啊 也不是你一念就相应的 是吧 你在念的过程 也都是在不断 这个提升自己 然后放下很多妄念 很多习气的过程 比如你念佛 你不能着急 你急于求诚 你不放下 你佛话念不好 所以我们常常提起 夏连居老居士的一段法语 念佛处事 都要用第一念 不要用第二念 你看念佛时一切莫管 为什么念佛念不好 一念冒好多事情 你是要一切事先放下了 结果它一直冒 你也在冒的过程 你看这些事我特别放不下 那怎么办 以礼则情 相对应这些我放不下的事的这些 老儿上的开示 现在 这个 YouTube 相关的日子一打 那个开示可能在八分钟十分钟 针对你那个比较常现行的这个烦恼习气 你多听几遍 慢慢 以礼责情 以礼智 意礼调服我们的分别执着 我们的烦恼心 比方说我们特别容易把责任推给境界 那很多开示的境界没有问题 不是风动不是翻动 我们自己的心动的 这个是可以相对应的经教来调 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这个就是念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原理 还有字句分明的念 一字一句 念清楚 听清楚 所以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不求一心 不要冒一个念头 我要求一心不乱 那也是妄念 不断妄想 我要把我的烦恼念掉 你越急着要把烦恼念掉 你就越念不安定 你着急的心起来了 所以都是从念的过程 去认识自己 哪些烦恼放不下 去放下它 去突破自己 这些烦恼习气跟性格 好 那还有呢 就是呢 我们呢 师父领静门 修行靠个人 老和上 当然勉励我们呢 念佛多多益善 可是 你念的痛苦的钥匙 会不会落印象 落得太深 你每一次 要去念佛的时候 都要 调整老半天心情 才去念 请问 请问你能念好吗 陈德现在 只要晚上没有课 我都非常期待 那半个小时 你去念佛的时候 都是充满期待的心 那念得欢不欢喜 很欢喜 念完半小时 念完半小时 身意柔软 所有疾苦 莫不休止 一切忧恼 莫不屑脱 因为佛光铸造 帮我们消业障 所以念 这个修行 也有一个窍觉 你不能每一次 都修着痛苦的钥匙 你比方说 念念 念十分钟 二十分钟 挺欢喜的 你就很欢喜地念 慢慢慢慢增加 你不要念也没有 不相应 没什么喜悦 一念就要念两个小时 你铁定痛苦的钥匙了 都有一个 循序渐静的过程 你说我佛念不住 你可以听经 你经听得越深入的 保证你越想念佛 你可以听经 你可以读经 你可以到大自然走走 用方法 把自己的烦恼 能够调伏 你也可以去做善事 去做你欢喜 帮助人的事 你一下子 烦恼就转掉了 所以这些年 我假如有点郁闷 我赶紧 打个电话 我一给人家打电话 我一定讲佛法 讲讲讲讲 是就没了 其实都是虚妄的念头 正念现前 邪念污染不上 你看拉警报的时候 自己有忘念了 警觉性高了 赶快看老和尚的纪录片 看一看 流几滴眼泪 没事了 被老和尚的愿力感动了 或者看看 玄庄大师纪录片 一看 看谁了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这个问题 小菜一点而已了 得比于上 则支持 支持 支持净乎勇 这个心就起来 而且我们 所谓的 这个忏悔 忏悔叫后不再走 我们现在一忏悔 一惭愧兴起来 很容易 那个就不叫惭愧兴了 很容易什么 用对心应该是 惭愧 愤发 改过 是吧 我们现在一 我错了 我又来了 很沮丧 我真是 不行了 这个不叫忏悔 这个也不叫改过了 这叫自我否定 人这个自我否定的习气也很重 所以要自助者天救 自救者天救 要信任自己 所以那个忏悔 也要 是后不再造 不是那个自我否定 那个 沮丧的念头 一直又在那相续 他又陷到情绪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不能 没有警觉 赶快阿弥陀佛 正念提起来 这个情绪就 退掉了 佛法说 真的是不变的 所以情绪是真的 还是假的 你们把情绪拿来 我看看 恶主会合 大师说 心不安 求达摩祖师安心 达摩祖师手伸出来 来把心拿来 我帮你安 以后有什么烦恼的时候 赶快想到 达摩祖师把手伸给你 来 心拿来 我帮你安 心在哪 密心了不可得 那是虚妄 你把虚妄的心一放下 你的真心就陷了 狂心不歇 歇己菩提 是吧 你把分别执着妄想 止住了 阿弥陀佛一生接一生了 你的智慧就开始透出来了 你本来心烦意乱了 好好念 念个一两分钟的佛 可能你的灵感就来了 好 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大弥陀佛 我们共同回向 愿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谷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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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